台塑集团今天宣布 为了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自6月1日起确定创办人家族成员 将于今年6月1日起退出行政中心运作 改为进入管理中心 台塑总裁王文渊、副总裁王瑞华、 总经理王瑞宇、行政中心主委王文潮四人 未来将退居管理中心 不过为了让组织架构再变更初期 运作可以顺利接轨 王文渊除了担任管理中心主委 并兼任行政中心总裁